請看732頁 今天從第六行開始 那麼在上一節課呢 我們最後講到這個生的差別 那麼生的差別呢 有十種 那麼在上一節課呢 都解釋過了 現在這個部分呢 是要總結它的簡單的含義 那麼它這邊講 此生之略異者 為若生自信 若生畜畏 若所生 若因緣所設 若任詞所隱 若聚生依詞 是名略異 在之前所講的 生差別有十種 那麼它這邊呢 就總結 這個生之的簡略的意義呢 因為生它以十二之緣起來講 它是屬於第十一之 所以就是生之 所以就是生之 生之它簡略的含義 就是首先呢 是生的自信 那麼乃至呢 第六個就是呢 聚生依詞 所以呢 它將十種生的差別 把它包含在六種的意義當中 那麼這個呢 就是略異 這個部分我們直接看解釋 此生之略異等者 生自信色 生即出現 這個略異的第一個 就是生自信 生的自信呢 它就含色 生以及呢 出現 在前面的 生差別當中呢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生嘛 還有呢 第五個呢 就是出現 這是在前面的 前面的730頁那個地方 第一個呢 就是生 那麼第五個呢 就是出現 這兩個都是屬於生自信 這個意思 那麼接著呢 生畜畏色 等生去起 那麼略異的第二個呢 就是生畜畏 它是含色 第二第三 以及第四 就是包括等生去起 這幾個 那麼所生呢 為運得 略異的所生 就是指 前面的 第六個 運得 因為我們的五運呢 就是所生的部分 所以就是運得 那麼 若因緣所設 為戒德促德 這個略異的 第四個 就是因緣所設 那麼就包含前面的 十種當中的 第七跟第八 就是戒德 就是戒德跟促德 因為這個戒跟促呢 就是我們五運的因緣 屬於五運的因緣 所以就是因緣所設 第五個 那麼接著呢 認緣所引 為諸運生起 這個略異當中的第五個 就是認緣所引 那麼認緣所引呢 這個認緣 就是指飲食嘛 飲食 所以就是包含前面的第九個 那個諸運生起 因為前面的諸運生起呢 他就告訴我們 當我們 這個五運生出現之後 在每一天都必須要受到 飲食來滋長 所以飲食有認食的作用 認食的作用 那麼接著呢 飲食呢 就是能夠引發出我們這個五運 果爆生 讓他每一天呢 能夠正常的存活 所以呢 就是認緣所引 那麼聚生一詞 為命根出現 這個略異的第六個 就是聚生一詞 那麼聚生一詞呢 就包含前面的 生差別當中的最後 命根出現 這個聚生一詞呢 就是當我們的 生命出現之後 那麼命根呢 他就隨著 也一同出現 所以叫做聚生 當我們的生命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的命根 這個壽命它是在一起的 所以叫聚生 那麼一詞呢 也是靠著命根的力量 那麼我們的生命呢 才可以相續住 這個就是一詞的意義 所以聚生一詞 就是指命根出現 那麼四名生之略異差別 所以以上呢 就是生之差別的簡略的意義 就是這個部分 到這邊 到這邊 就解釋完了 那麼接著呢 就是緣起之的 第十二個 老死的差別 那麼老死的差別呢 就會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老 一個死 那麼首先呢 先告訴我們老的差別 那麼老的差別呢 就是有十七個相貌 在經當中呢 有講到十七個老的差別的相貌 那麼第一個呢 摔雲合 為一子裂固 令筆調動 在經當中呢 佛有說老的差別呢 首先就是摔 那麼什麼叫做摔呢 下面就是彌勒菩薩的解釋 他說呢 當我們的一子 已經 裂了 已經不是那麼殊勝了 這個一子呢 就是我們的果報體 就是一子 或者說所一 我們的所一子的這個肉身 那麼它各方面呢 都已經摔弱了 所以呢 就會讓這個人 有調動的這個情況 這個調動呢 如果簡單講 就好比說呢 會發抖 這個呢 也就是調動 簡單講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接著呢 第二個 老雲合 為髮色衰變 這個 老的差別 相貌的第二個 就是老 什麼叫做老呢 它這邊解釋呢 就是髮色衰變 就是頭髮 還有這個外型 這個容貌 已經呢 衰變了 就是有變化了 但是呢 它這個變化呢 是不好的變化 如果是一個年輕人 正常人呢 他的髮 他的色呢 都還非常的完好 但是呢 走向老的時候呢 頭髮呢 也變得不好 好比說呢 變白了 那麼 這個容貌呢 也變得不好看 這個就是髮色衰變 第二個 那麼第三呢 摺 雲合 為皮膚 反皺 老的差別呢 第三個就是摺 什麼叫做摺呢 就是指皮膚反皺 整個身形呢 最外面的這一層就是皮膚 就是我們的外表 這個皮膚呢 怎麼樣呢 反皺 什麼叫反呢 反就是鬆弛的意思 皮膚呢 就是鬆弛 不是那麼結實 那麼皺呢 就是有這個皺摺 或者說皺紋 這個摺呢 摺這個字呢 本身就是指 我們衣服上的這個皺摺 它原本的含義呢 就是指衣服上的皺摺 衣服呢 穿久了 沒有整理 沒有洗過呢 那麼它會有皺摺 那麼現在呢 就用這個字來 來形容我們外在皮膚的狀況 所以摺呢 其實就是皺紋 皺摺這樣子 第三個 那麼第四呢 熟雲和 為火力衰減 無腹勢力受用欲成 就是說呢 人假如老了 那麼就熟 什麼叫熟呢 它這邊解釋呢 就是火力衰減 所謂的火力呢 就是指我們身上的 這個火大的力量 一般來說呢 這個肉體就是由地水火風 四大所組成的 那麼當然每一大呢 都有它的量 包括這個火也是 就是身體上的 或者說體溫 這個就是火大 或者說體內的這個熱 就是火大 但是呢 人要老的話呢 這個火的勢力就 逐漸的摔弱減少 那麼相對之下 好比說呢 這個東西吃下去 它就不好消化 我們要了解呢 像這個胃 胃呢 它其實呢 以體內來講 它的溫度是非常高 因為它必須呢 要消化這個食物 所以它的溫度 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麼現在呢 火力如果衰減的話 體內的火大的勢力 已經逐漸的衰弱了 那麼 以像胃腸來講 胃呢 它這個消化 就會變得不好 就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當火力衰減的時候呢 就沒有力量來受用育成 表示呢 相對來講 我們講呢 就是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氣血一樣 氣血呢 假如衰弱的話 那麼精神就不好 所以它這個時候呢 就沒有力量來受用育成 我們的前五根 要來受用這個 色身相胃畜呢 自然而然呢 就是會衰減 就不如一個正常的 這個年輕人 要受用這個育成呢 比如說吃東西 吃任何食物下去 消化就很快 那麼這個呢 就是有勢力來受用育成 那麼假如呢 像火大減少了 消化不好了 那麼吃東西呢 就沒胃口 這個就是沒有勢力來受用育成 所以各方面的 精神只要差呢 要讓它在這個色受想形式上呢 這個色身相胃畜上去受用的話 它自然這個力量就不足 這個就是熟的意義 那麼接著呢 氣力損壞雲和 為性多疾病故 無有勢力能做事業 人只要老的話 那麼氣力呢 就會損壞 這個氣力損壞 那麼什麼叫氣力損壞呢 它這邊告訴我們 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呢 體內呢 就會有很多的疾病 就是老的 老的時候呢 氣血不好 那自然呢 就會引申出很多的疾病 就是年紀大了 就容易有病 一般說呢 生老病死 病呢 就排在老後面 因為病呢 大多呢 都是隨著老而來 人一老呢 身體上呢 各方面呢 都衰弱了 所以呢 病就來了 當病來的時候呢 就沒有力量 來做工作 比如說呢 你要 你要上班 你要做事情 但是呢 身體呢 就不允許你做 所以說呢 無有勢力 能做事業 所以一般呢 但年紀大呢 就要退休 就是這樣子 不退休不行 因為呢 叫他做呢 他也做不來了 那麼接著第六 黑炎間深雲合 未暗黑出現 瞬其容色 這個人呢 只要老的話 那麼就 黑炎間深 什麼叫黑炎間深呢 這個炎就是皮膚上的 這個黑色的斑點 叫做炎 所以黑炎呢 其實簡單講就是黑斑 就是人老的話呢 那麼就有這個黑色的斑點 就是暗黑出現 皮膚上呢 就一塊一塊的 他不是整個都變黑 就是一塊一塊的 這個黑色的斑點出現 那麼 煎砸在整個身體上 那麼就損 損害了我們的容色 本來呢 這個年輕人呢 這個形色呢 都很好看 不管是臉也好 身體上也好 手腳也好 皮膚呢 都是同一顏色的 可是呢 當黑斑出現的時候呢 這臉上呢 一點一點的 那個就不好看 就是整個容貌呢 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說呢 損其容色 這是老的一個現象 那麼第七呢 人呢 人呢 只要老的話 那麼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就是身肌 身肌 羽 羽 這個羽呢 就是駝背的意思 駝背 這個脊椎呢 彎曲了 駝背了 這個叫做羽 所以羽 羽 就是駝背的意思 當然人會駝背呢 就是由身上的這個脊椎骨 這個地方來顯現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喘息 奔及 這個喘息奔及呢 就是 氣喘 那麼出入息呢 就是很急促 就好像在跑一樣 當我們人呢 跑步過後 這個呼吸呢 就特別的急促 但是呢 就是這個 年紀大的話呢 他也沒有跑步 平常呢 這個氣呢 就感覺不足 這個呼吸 出入息呢 就感覺這個氣很短 當然氣短的話呢 呼吸就是急促 就好像呢 氣喘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 氣息喘息奔及 那麼下面的解釋呢 就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什麼呢 行不威夷 身形所顯 這個分為兩個 這個等一下解釋呢 也有講到 就是行不威夷 所顯 還有身形所顯 就是當老的時候 就會有這兩個狀況 就是行不威夷 這方面 就會顯示出一個老的相貌 還有呢 身形也會顯示出老的相貌 這個身形所顯的老的相貌呢 就是指駝背 這個脊椎呢 彎曲 那麼行不威夷 所顯的一個相貌呢 就表示呢 會氣喘這樣子 他可能呢 走幾步路 就感覺到呢 呼吸急促 所以叫做行不威夷所顯 一般呢 要跑步 要跑步 才會感覺到喘 但是呢 年紀大的話呢 爬個樓梯 或者呢 走幾步路 他就感覺到喘 所以叫行不威夷所顯 那麼就根據這一點 他呢 有時候呢 就會發起很嚴重的喘受 就是呼吸呢 特別急促 乃至呢 像這個支氣管呢 也不好 就會呢 很嚴重的咳嗽的現象 那麼看解釋 為行不威夷身形所顯者 身疾與軀 此由身形所顯 就是在經上 佛所講的身疾與軀呢 這一點就是由身形來顯示 就是以這個身的外形 顯示一個老的相貌 就是身疾與軀 那麼喘息奔及呢 此由行不威夷所顯 什麼叫行不威夷所顯呢 就是經由這個喘息奔及 這一點 就是呢 從我們這個行不走路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 行的威夷 就能夠顯示出一個老的相貌 就是當走路的時候呢 它容易 容易呢 氣喘 這個氣息呢 就會奔及 這個就是行的威夷來顯示 那麼這是第七 接著呢 第八 行貌 裸前 雲河 為 坐威夷位 身所低軀 這個老的時候 就會行貌 裸前 這個老呢 老就是背部彎曲 然後呢 向前傾 當背部彎曲的時候 那麼自然就會向前傾 前面的這個語呢 就是指駝背 那麼現在這個老呢 其實也有一點駝背的意義 但是呢 雨的 雨的 雨所指的駝背呢 就是指 脊椎骨已經彎了 脊椎骨已經彎了 它要挺直呢 就是挺不直 但是現在這個 這個柔呢 並不是說 脊椎骨彎了 不是 就是因為老的時候呢 它很自然的 這個背部 就會向前傾 那麼 這個就叫行貌 裸前 就是背部彎曲 然後向前傾 就是裸前 那麼彌勒菩薩 在特別解釋呢 就是指 坐威夷的接位 前面的這個身疾 雨曲呢 是指行的威夷 就是一個人在走的時候呢 可是它本身就是駝背了 脊椎就彎曲了 它站著直指的時候呢 但是還是彎的 因為脊椎已經受損了 脊椎已經彎了 但是現在這一點呢 就是指 坐的時候 坐的時候呢 它的伸手就會低去 這個身體 這個頭呢 自然就會 往下低 往前去 就是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它老的時候呢 這個人只要老 它做的時候 想要做得非常的挺直 它也沒辦法 就很自然的 坐在椅子上 因為身體的力量不夠 讓它呢 不能夠坐得挺直 那麼自然的 就會向前傾 那麼頭呢 就會向下低 這樣子 這個叫 行貌 搂錢 那麼第九呢 平聚葬側 雲河 為助威一位 依葬立而助 人只要老的時候呢 就是平聚葬側 什麼叫平聚葬側呢 這個葬就是 側 側就是葬 這個葬呢 就是好比說 一個木棍 就是葬 那麼側呢 側就是拐杖 側就是拐杖 所以 杖跟側呢 意義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棍子 一個拐杖這樣子 那麼 要平聚的 這個 葬側 這樣子 人只要老的話呢 它就必須要平聚的 葬側 那什麼意思呢 下面 弥勒菩薩就解釋 他說呢 為助威一位 就是站著的時候 前面的行 行是指走路 那麼坐呢 就是指坐著 現在呢 住 就是指站著 當一個年紀大的人 他要站著的時候呢 他的雙腳的力量也不足 所以呢 就依仗立而住 他就要拿一個拐杖 那麼靠著這個拐杖 來支撐 支撐他的身體 不然呢 他站不住 這個叫平聚仗策 那麼第十個 婚昧雲和 為 握 威一位 素重 睡眠 人呢 只要老的話 就常常呢 會婚昧 那麼什麼叫婚昧呢 米勒菩薩解釋呢 他說就是指 我威一位 躺著 躺著的一個階段 在躺著的時候呢 就是素重睡眠 就只要呢 他躺著 很容易呢 就睡了 而且呢 這個睡眠的時間呢 特別長 年紀大呢 往往看到 好比說家裡的 這個年紀大的人 他常常要躺著 因為 站也站不久 坐也坐不久 那麼也不能到處跑 所以呢 只要躺著 但是呢 躺著呢 在幹什麼 就是睡覺 而且呢 睡得非常的深沉 所以這個就是婚昧 那麼接著 十一呢 雷雷雲和 未及於此位 無力訴訣 人一旦老的話 就會累累 那麼什麼叫累累呢 這個累累就是指 沒力量的意思 沒有力量 就是身心都沒有力量 但是他下面呢 就特別解釋 就未及於此位 什麼叫及於此位呢 因為這一句 是延續上一句的 那麼上一句呢 就說昏昧嘛 昏昧是指躺著的時候 以這個行柱坐臥 四種威夷來講呢 是屬於這個臥的威夷 那麼現在延續 延續來說呢 未及於此位 就是說 及於此 這個臥威夷的結位 但是 這個年紀大的人呢 沒有力量很迅速的 來醒覺 因為前面講嘛 只要躺著 就很容易睡眠 而且呢 也睡得非常的深沉 那麼現在呢 累累 沒有力量 什麼沒有力量呢 就是叫不醒 無力宿覺 他自己本身呢 沒有力量 可以很迅速的醒來 只要躺著 只要睡著 那麼呢 往往就會睡很久 他自己本身呢 是沒有力量醒來的 或者說別人叫他呢 也要叫很久 他才能夠醒來 這個就是無力宿覺 那麼第十二個 筍減雲和 為念會衰退 人只要老了 那麼就筍減 什麼叫筍減呢 就是指 念會衰退 前面呢 有的 都是指這個 果報生的狀況 那麼這個部分 特別是講 這個內心的狀況 內心的狀況 就是內心的 這個念跟會 就是衰退 什麼叫念呢 簡單講 就是記憶 記憶力 這個就是念 那麼會呢 會就是說 或者說智慧 或者說智慧 就是說對這些善惡 無忌諸法呢 的一種判斷的力量 就是會 那麼現在呢 就是人老了 那麼記憶呢 也衰退了 那麼要學習善法呢 也學習不來 本身這個靈敏度 或者說聰明智慧的程度呢 它也會減弱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叫做念慧衰退 那麼接著 衰退雲和 未念慧裂固 至於善法不能現行 人只要老呢 就會衰退 那麼什麼叫衰退呢 當然也是延續前面的 他說呢 就是指 當念慧減弱的時候 當這個念慧沒力量的時候呢 那麼它就不能夠現行善法 就不能夠修善法 是這個意思 前面的衰減呢 就是說念慧會衰弱 這樣子 念慧會衰弱 當然衰弱 當然衰減之後呢 它也會衰退 念慧只要衰退 那麼就容易的 不能夠現行善法 是這個意思 那麼看解釋 衰退雲和等者 由念慧烈 事故明衰 什麼叫衰呢 就是指念慧沒有力量了 就叫做衰 那麼由信等善法不能現行於前 事故明退 當我們的念慧衰減的時候呢 這個信盡念慧 種種的善法 就是五種善根 這個五種善根呢 就是靠我們的心去栽培 可是現在心呢 因為記憶力也不足 這個聰明呢 也衰退了 這個時候呢 善根就不能夠讓它現行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善根不能夠現行呢 就叫做退 就叫做退 很簡單 當我們在栽培善根的時候呢 是向前進的 向前進 栽培善根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不斷的栽培善根 就是向前進步 可是呢 現在善根不能夠現行 善法不能現行 所以呢 不進則退嘛 停留在原地呢 那也算是退 只要不向前進呢 都是屬於退 所以它是這樣子來解釋 就是信等善法呢 不能現行的時候呢 就是退 所以呢 念會衰弱了 那麼信等善法就不能夠現行 所以合起來就是衰退 那麼接著 第十四 諸根冒熟雲和 為身體汪雷 當人 只要老的時候呢 就是會諸根冒熟 諸根冒熟 這個諸根呢 就是指我們的這個六根 六根 言耳鼻舌生意 這個就是諸根 那麼冒熟呢 這個冒就是指年老的意思 年老的意思 一般要講就是七十歲以上 叫做冒 我們在前面第二卷的時候 也有講過 前面的一百七十二頁 有解釋過什麼叫做冒 年紀呢 達到七十歲以上呢 就叫做冒 所以已經非常老了 那麼熟呢 就是說 當年紀大的時候 這個根呢 根就是熟了 根就熟 是這個意思 就好比說呢 這個果實 果實呢 生長在這個樹上 那麼它會漸漸的成熟 那麼等到它熟透的時候呢 就是爛掉 就會爛掉 或者會自己掉下來 所以當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豬根也是一樣 已經達到一個極限的程度了 本來豬根呢 從這個小孩子開始 它就可以慢慢的成熟 然後呢 慢慢的來運用 但是到了年紀大的時候呢 等於它的根已經達到一個極限了 所以叫做冒熟 那麼彌勒菩薩就解釋 就是指呢 身體 汪雷 這個汪就是 瘦弱的意思 瘦弱 那麼 雷呢 沒有力量 身體呢 非常的瘦弱 沒有力量 那麼這個就是豬根茂收 因為我們的身體呢 以這個肉身來講 整個就是五種根嘛 眼耳鼻舌身 這五根 就涵蓋呢 整個的身體 心的 心理這個部分不算的話 因為心的層次呢 是第六億根 這邊呢 姑且不談 就講 前五根 眼耳鼻舌身 這五根呢 到了 年紀很大的時候呢 他自然的 就是瘦弱 然後呢 沒有力量 是這個意思 那麼 第十五個呢 公用破壞雲河 未比於盡 不負名利 這個年紀大的話 老了 就公用破壞 那麼什麼叫公用破壞呢 就是指 這一個年紀大的人 他對於外在的境界呢 就不負名利 意思就是說 他六根的作用 不是那麼的強 六根的作用 因為我們的六根 就是在六層進這邊活動 眼耳鼻舌身意 就是在色身香味處法上活動 當然一個年輕人 一個正常的人呢 這個根在活動的時候呢 他的反應就是迅速 就是快 可是年紀大的時候呢 對於這個六種境界的攀緣呢 就不負名利 就是遲鈍了 他就會遲鈍 就六根會遲鈍 就是不負名利 那麼第十六個 諸行朽固雲河 未比於後 將遇中時 就是年紀大了 老了 那麼諸行就會朽敗 那麼諸行朽固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彌勒菩薩就解釋 就是說呢 這個年紀大的 那麼他的生命呢 就是已經漸漸的走向了 將遇中時 年紀大 年紀大的人 他其實呢 離死亡呢 就是比較近 當然以死亡來說呢 不全是年紀大的人死亡 也有年輕人死亡 可是就正常的情況來講 就是說呢 年紀大的話呢 他其實呢 就是更接近死亡的 所以說呢 這個人 在之後 就會怎麼樣 就會 終 就是將遇中 當這個人 年紀大的時候 那麼他 就逐漸的 要死亡 他離死亡呢 已經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臨近了 所以說呢 就是他在之後 就怎麼樣呢 將遇中了 所以 年紀大的人 也就是 接近死亡的時候了 這個叫 諸行 朽故 諸行 就是我們的五運 等於說這個五運呢 已經 要朽敗了 已經要壞掉了 當壞掉的時候呢 就是死亡了嘛 但是還沒有 他是即將要朽敗 是這個意思 那麼 其行腐敗 雲何 未受量將盡 身行臨壞 餘租事業 無負功能 就是 年紀老的話呢 那麼 就會其行腐敗 就是他的身行 會腐敗 那麼什麼意思呢 彌勒菩薩就解釋 就是說 為受量將盡 前面的那一句話 諸行朽故 就是指年紀大的話 他離死亡是非常接近的 是相臨近的 那麼這一句話 是特別的講到說 他的受量已經要盡了 受量已經要盡了 當然以前面來講 好比說 年紀只要到了六十幾歲 都算老 都算老 那麼老的話呢 就接近死亡 普遍來講是這樣子 但是有可能這個人呢 他可以活到八九十歲 所以他的生命呢 還有將近二十幾年 那麼現在他這邊講 數量將近 就是已經即將要死亡了 可能再過幾天 或者說呢 再幾個禮拜 那麼他的受量就要近了 那麼受量將近的時候呢 身形就面臨了要破壞 好比說呢 這個身體上呢 都是病 那麼五臟六腑呢 其實呢 都已經衰竭了 這個叫臨壞 那麼這個時候 死令這個人呢 對於種種的事業 無負功能 就是特別是說這個 年紀大的老人 那麼身上呢 又有嚴重的病 他只好呢 就躺在床上 或者說呢 躺在醫院 那麼接受治療 但是呢 他的身形 他的五臟六腑 其實呢 都已經是沒有作用了 沒有作用了 那麼他也只好呢 躺在那個地方 站也站不起來 坐也坐不起來 然後呢 你要叫他吃東西呢 也不能吃 只好靠打針這樣子 再維持他的生命 那麼其實呢 他已經不堪使用這個肉體了 所以叫做奇形腐敗 那麼以上呢 就是17個 在經當中 有講到的 這個老的差別 就是有這麼多的狀況 那麼接著 持老略異者 就是要用簡單的意義 來總結以上的 這17種老的差別 那麼為依止變壞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指依止變壞 這個依止變壞 就是指第一個 第一個 依止裂固 令比調動 這個就是依止變壞 那麼第二個呢 虛法變壞 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這個色法衰變 那麼第三呢 衝月變壞 就是指這個皮膚緩皺 第三個 那麼火力變壞 就是指火力衰減 那麼他就沒有勢力來受用育成 第五個呢 就是無病變壞 這個無病變壞 本來是一個無病的狀況嘛 本來一個正常的人 身上是沒有病的 這個叫無病 但是只要到老的時候呢 就這樣的狀況呢 就是變壞了 正常人是 年輕人是 比較沒有什麼病痛 但是到老呢 往往就容易有病 他本來這種無病的狀況呢 受到破壞了 那麼相對來講 就經常會有病 所以叫做無病變壞 就是指前面的那個 性多疾病 然後呢 無有勢力能做事業 就是這一個 那麼接著呢 色相變壞 色相變壞呢 是第六個 就是指前面的這個 黑炎肩生 在身上呢 有這個黑斑出現 然後呢 破壞我們這個色相 所以呢 就叫做色相變壞 那麼接著呢 威夷變壞 這是第七個 第七個 第七個威夷變壞呢 就包括 這個 從前面的 這個十七種差別當中的 第七種 一直到 這個 第十一種 這五個 前面的第七種呢 就是指這個 就是指這個 升級 雨驅 那麼 喘襲 喘襲 奔襲 這個是第七嘛 還有包括 第八就是 行貌 裸前 第九呢 就是平具 仗測 那麼第十就是 昏昧 第十一呢 就是 累裂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都是屬於 行柱 坐卧 四種 威夷 所顯現的 一個老的相貌 所以就是 威夷變壞 威夷變壞 就包括這五種 那麼接著呢 無色諸根變壞 無色諸根就是指 第六易根 第六易根 以六根來講呢 第六易根 它是屬於心法 並不是色法 所以叫做無色諸根 那麼無色諸根變壞呢 就是指 前面的 第十二個 跟第十三個 就是這個 念慧衰退嘛 這個是屬於心 心理層次的 記憶力也不好了 那麼這個聰明呢 也減弱了 智慧呢 也減弱了 這是第十二個嘛 那麼第十三個呢 當我們的記憶力 智慧衰退的時候呢 就不能夠栽培善根 所以這兩個呢 就是無色諸根變壞 那麼接著呢 有色諸根變壞 這個有色諸根變壞呢 就是指 十四跟十五 十四跟十五 這兩個呢 這兩個呢 就是呢 這個 豬根冒熟 以及呢 公用破壞 是指這兩個 就是有色諸根變壞 什麼叫有色諸根呢 就是 眼耳鼻舌生 這前五根 因為前五根呢 是屬於 物質的根 所以叫有色諸根 那麼接著 十分已過 十分已過呢 就是指 第十六個 這個 朱形熟固 這樣子 朱形熟固 因為已經非常的老 年紀已經大了 那麼他的時間呢 已經過了 已經逐漸的走向死亡了 所以叫十分已過 那麼 受量將近呢 有可能說 再過幾天 再過不久 他們他的壽命呢 就完全的消耗盡了 所以 受量將近 就是指 第十七個 那個 奇形腐敗 所以 略異因之 所以以上呢 這個略異呢 是 十幾個而已 但是 它包含了 前面的 十七個 這個老的差別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 十老略異等者 老之差別 前文別式有十七句 今節略異總有十一 這個老字的差別呢 以前面的文 它個別的解釋呢 是有十七句 但是這個地方 它總結的 簡略的含義呢 只有十一而已 只有十一 所以略異比較少 那麼前面的解釋呢 就比較多 那麼一指變壞等 別配差別中 出六句 這個略異當中的 一指變壞 虛法變壞 衝月變壞 火力變壞 無病變壞 跟色相變壞 就是前六個 前六個呢 它個別的 是配合前面的 十七種差別當中的 就是前六句 那麼略異變壞 色差別中 四五句 其次呢 這個略異變壞呢 它是含色前面的 十七種差別當中的 就是前六種之後的五種 也就是第七到十一 這五種 那麼無色諸跟變壞 色差別中 第十二十三兩句 無色諸跟呢 它是含色在前面的 十七種當中的 十二跟十三這兩個 那麼有色諸跟變壞 色差別中 第十四十五句 是這個意思 有色諸跟呢 就是指前面的 十七種差別當中的 十四跟十五這兩句 那麼十分已過 受量將近 別配差別中 第十六十七兩句音字 最後呢 就是十分已過嘛 以及受量將近 那麼它是個別的 配合差別當中的 十六跟十七 也就是說呢 十分已過 是指第十六句 那麼受量將近呢 是指第十七句 所以前面呢 有比較詳細的 十七句的 老差別的解釋 那麼現在呢 簡略的含義呢 就是十一句 它等於說呢 把其中的 某一個部分 它把它濃縮起來 那麼用一句 略譯來顯示 像這個威夷變壞呢 就含色了五句 因為這五句呢 都是屬於 行柱坐臥的 這個四種威夷的部分 所以它簡單就用 威夷變壞 來顯示它的含義這樣子 先休息十分鐘